这边呢,新鲜的消息面上,它和新鲜的它是产生了一些关键 根据新鲜时报的报道,亚马逊这边呢,一直停止订购英伟达的超级芯片 也等待更强大的新的芯片,这个Blackwell 今年3月份的时候,英伟达当时推出了Blackwell新鲜的GP 距离前一代的这个UFO的开始下,就不发货,是不到一年 新鲜的新鲜太快了,就买了买不过来了,对吧 英伟达的CEO王文青表示说呢,新产品在世界大型 进阶模型方面的能力将是现在的免费,所以呢 亚马逊做出的这个考量还是合情合理,只是 做更先进的GPU,而不是的复版啊,所以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讲 其实这个产生产度的理工,今天的英伟达是在盘前还跌了一点点 其实就是受到一个消息的影响,但盘中呢又涨回后啊 维持在一个恒寒附近,在等待明天的财报进展 这个地方呢,其实也不重要,都属于在恒向调整,蓄力阶段 仍旧有出于上汉的空间,所以它实在是专属的 就是专属的,不接过这个位置,仍旧是处于一个大结构的上市 的药率的,无论就是回设,希望上升的时候,我们就给产生的机会 但是,反倒,反之如果是跌过来116块钱,大家就知道了,但是 它可能就要向更低的位置去做回归了,那就下台150到160块钱,这个地方 接过166注定以后,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回去,但我觉得 两百区在没有特别大利空的情况下,想要接获166块钱的打率 是很高的,因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的前章估值的情况,173到230 25年的前章估值,现在提前6到3月的重座周期来看,现在也几乎到6个 方向上,前面我想看6个月低于173,其实地上是数据被提供了,所以呢,我认为它接获1 这一段回撤,都属于产生限度的看好,让它去上车的机会, 让它去看,缘起来的一段时间。 好,这里,杨马丁这边做一个计划面的评计, 这个面向就没有踩多的变化,才是维持续前一段。 好,接着来,我们的重点来讲一下关于英伟达,英伟达非常的有趣, 我在周五的节目里边,和大家讲过英伟达的股价语论, 谈到过几个关键的位置,在这里已经标识过830, 还记得吗?这个830是什么意思呢? 是之前的下往的,就是在4月19日到2017年, 到最近的这一段上行到6月16号的这个高点, 这一段上行结构里边,极限回撤要防守,就是下跌, 你不能接受这一段比较防守的位置。 在上海市中指的多数的时候,市场对于行为呢, 我们的家庭上的三十岁, 在这一段上行结构, 在这一段上行结构里边, 在这一段上行结构里边, 在今天的,有点意思啊, 市场直接谈到周五的台下来, 因为它是一个中式看法, 而且昨天不是有大量的后再品仓吗? 就是代表的市场还不知道, 在台湖之后是上长还是下滤的啊, 下跌,所以大多数的朋友呢, 做了一个货益了结的。 这就是货益了结的。 做了一个货益了结的。 这就是货益了结的。 这就是货益了结构的。 好